在医院做工呢 其实我们很长时间需要戴口罩啊 就是这个N95 还有那个面罩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脸上其实生了很多痘痘 这款亚斯润的Lacto Revival面膜 它里面呢 其实含有益生菌哦 你知不知道呢 其实益生菌本身呢 就是对我们的皮肤很重要的 因为呢 我们皮肤的那一个细菌呢 如果它的益菌 还有那个有害的细菌 平衡不对的时候呢 就可能会造成细菌的滋生 也可能会造成暴斗 那还有呢 益生菌呢 也是能够帮助到我们 那个皮肤上油水平衡的 很少有时间喝水嘛 因为在工作时间都很长 然后又带着防护医 来看病人 所以那个Lacto Revival面膜 是长这样的 就这样轻轻的 很容易的就这样放上去 这个面膜呢 可以修复我们的肌肤 防止痘痘的滋生 也可以很好的来滋润我们的肌肤 简单的15分钟 我的面膜就铺好了 你看我的皮肤水润水润又光滑 很滋润 整个人顿时觉得很有精神起来 这就是我对大家今天的分享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得到一些 护肤的小知识 拜拜